35岁高以祥去世,全网泪崩,天不碎人怨,高以祥去世的噩耗就如一道天雷砸在了朋友圈。 新浪娱乐观微发文称,一阵时高以祥今抢救无效去世。 年仅35岁,高以祥是在录制综艺节目《追我吧》时,突然晕倒心脏骤停并被送医治疗的。 整整一上午,网友们都在时刻关注和祈祷,希望他没事,结果等来的却是他去世的噩耗。 2007年,与杨明威、陈德烈、陈义涵,李懿合作主演偶像剧《我要变成硬柿子》,与贺君祥、田富珍,两者合作主演偶像剧《斗牛》,《要不要》,在剧中饰演赵克坦。 2019年11月27日,网友爆料高以祥在录制《追我吧》综艺节目时,突然晕倒送医急救,随后证实高以祥今抢救无效去世。